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新买的卢丁鸡 新买的卢丁鸡终于到家了 他们可是经过两天近300公里的旅行才到家的 因为我们这里农场都是离城市很远的 有卢丁鸡出售的农场并不多 因此我找了很久 费了近一个月才买到 之前一直看别人的视频 说卢丁鸡如何的小巧可爱 但是当我真正看到他们的时候 还是被他们惊艳到了 太可爱了 真没有想到这么小 跟麻雀差不多大 比我养的普通鸩唇要小四到五倍 给他们准备了一个玻璃容器来养他们 这是一个宜家的展示柜 现在已经不用了 倒下来成为了宠物容器 这个柜子四面都是透明的 用来在室内养卢丁鸡 很方便查看小鸡的各种情况 缺点是这个盖子是原来的门 一打开小鸡们一阵乱飞 我现在都不敢轻易打开盖子了 小鸡们刚到 没有怎么布置他们的家 只是简单放了些电料和食物 我是新手 准备学着自己给他们布置一些景观 然后分享给大家 买的是十五只 但是农场主特别的好多送了三只 一共是十八只呢 现在还不知道公母 看了很多视频 但是感觉都好复杂 不是很容易区分 慢慢的摸索当中 农场主说 这些卢丁鸡已经是一个半月了 马上就会下蛋了 希望下蛋后 我可以分辨他们的公母 也希望我养的卢丁鸡能实现我家鸡蛋自由的梦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评论留言